各位網友 星期日 我用了4小時去行故宮 這兩年因為疫情已經很久沒有行故宮 以及每天都要拍片 星期日都要拍四條片 星期六、星期日都 變成沒什麼時間 其實這兩年多前 我是故意來一個星期六、星期日去看故宮 今次去完故宮非常開心 因為我知道有這幾個展覽 所以我特別去看 我會分三條片介紹給大家聽 首先 詩詞互動裝置 它是interactive的 它叫做無星的畫 就是如何呢? 就是它將宋明最出名的那些細的畫 是有詩詞的 它做了一套interactive的program 你用手細 它本來是雲霧 你就撥開它 就出了一幅畫 然後你手指指向那裡出一首詩 這樣子的 大家看看片段 它會變成霧 我撥開霧 又出了一幅畫 舉高一隻手 有個小手在 一年好景君衰記 正是橙王吉陸氏 就是講這幅畫 橙 這幅畫就是一首詩 碎魂如赴士月公 一葉回家 萬雷空 興破浪 世迎風 碎起蓬州 日靜忠 這幅畫的詩 好了 第二 我看到這個我很喜歡的 就是明朝 南鷹的畫雪景 我先講完畫才講字 因為南鷹是明亡人士 明朝亡的時候 一直到清朝初年 雪景是很少人畫的 在中國景中 一幅這樣的長畫 大家感覺一下他的詩情畫意 而這個人是專學皇宮望的 其實中國的文人畫 到了元朝的時候 是突飛猛進的 那些風格不同 皇宮望的畫 元朝四大家 畫的風格是很不同的 與宋畫來說 大家要欣賞一下這幅雪景 明朝南鷹的雪景 差不多到明亡 75歲之後畫的 Pan 學皇宮望的 好 這個就是天下自保之一 只有台北故宮博物館才有這麼珍貴的東西 最可惜就是因為是唐朝的 那些字跡非常難看到 看得不清楚 因為 由唐朝到現在 這千幾年 是很難很難保存的 首先我解釋給大家聽為什麼 第一 王羲之的真跡沒有 這個世界上沒有 這個乾隆認為智寶的三稀堂帖 王羲之的那幅 後來用X光去看 原來是雙歐填繪的 分明是假的 是假的 乾隆覺得這是自保來珍藏 百遠貼是真的 好了 譬如說世界上自保 難停集序 但是藍庭集序的真跡沒有了 王羲之 現在現存的藍庭集序 是儲稅量 有幾個版本 其中有一個是儲稅量 描繪 學的 儲稅量是抒發大家 他描繪出來的難停集序 當然難停集序 所謂醉寫難停 這個就是王羲之後來那時候喝了酒寫的 後來他清醒了 寫不出來 現存最珍貴的有幾個托本 其中一個是儲稅量寫的 這個已經是中國國保最珍貴的一件事 之一 儲稅量是高中時人 是受到太宗托沽給高中 後來因為他阻擋武則天 封為後 被武則天整死 這個是忠臣 而且他自己本身的書法 是書法大家 這幅書 林王羲之父子四帖 當然這幅比不上難停集序 但是很難得儲稅量 林足王羲之王獻之四個人的帖 所以這是一個最珍貴的書法 現在就說三大行書帖 兩個古往今來的珍跡 兩個顏真卿的制疾文稿 以及蘇式的韓式帖 都是在故宮 如果說書法是中國獨有的藝術 這就是最寶貴的東西 都是在台北故宮的 最珍貴的東西全部搬出去 這就是代表書法藝術 這個字都看不清楚 這個舊了不得了 大家看看 儲稅量 是林王羲之父子四個人的帖 因為唐朝很久很久 王羲之王粗之 王輝之王獻之 所以是他們的一位 我們會有另一位 對 我們會有另一位 對 你會有另一位 對 因為第一位 這位是小鮮的 這位是小鮮的 但是 我們會有另一位 對 像是小鮮的 但 是小鮮的 這位 好了,這幅我特別看一下,這幅不是很古老,清朝王傑的林書舖, 王傑是乾隆時間的人,是陝西韓城人,這個人如果說話,這種人就是整個清朝有十幾人, 狀元然後做到大學士,但這個人正直不安,如果看過很多和新傳,我特地跟你說, 他當場屢次侮辱和新,而和新是催不上的, 這個人是,所以我特別拿他的字來説一説, 王傑的字,王傑是乾隆年間, 藏元宰相,大學士,專門和和新作對, 有次和新捉著他的手說,你藏元的手真的不同, 他説這樣的手有什麽用,也不懂得拿錢,說是拿錢的, 好,這個珍貴了,大家知道, 北宋書法,就是等於書法的另一個巔峰, 有蘇王米財,四大名家, 蘇式是古往今來,中國四大書法家之一, 不用說了,蘇字,蘇王,王廷堅, 是他徒弟,寫詞也很好,寫詩更加出名, 王廷堅是,創立了江西詩牌, 這四個人號稱北宋四大名家, 而是這裏的展覽,是四個人的真跡, 宋朝遺留到現在已經非常困難, 因為紙是會爛的, 由蔡商開始,我們看看, 這幅是蔡商, 蔡商, 蔡商,當時蘇式推他天下的字, 第一,他和蘇式差不多同時, 這個以字拖下來, 整個字的配搭, 非常漂亮, 這些當然是短簡, 四個都是短簡, 但是寫得短簡才揮灑治愈, 好了,蘇式不用說了, 蘇式的字你看起來是認得的, 蘇式是非常受氣的, 蘇王米菜齊在一起, 同樣的東西, 這是無價之寶, 蘇式, 他們全部都受王羲之影響, 所以王羲之就叫書姓, 這個王亭堅, 看字整幅看下去, 那個寬簡, 有時候錯字改字, 中國的書法都構成美術, 江西詩牌, 好了, 米忽, 它的寫法是完全不同的, 你看看, 它是給你第二種完全不同的感覺, 但是蘇王米菜, 差不多是巔峰, 原明那些出名寫字的人, 都沒有他們四個這麼好, 這麼出名, 沒有人書法可以蓋一個蘇王米菜, 之前當然有王羲之那些人, 唐朝的顏真卿, 柳公權, 大家再看看這些字, 是不是每個人的字都給你一種特別的感覺, 哪裏要留空, 哪些字小, 哪些字大, 哪些字粗, 是一個整體的結作, 但是這個蘇王米菜, 是有一些問題, 很多人說, 其實菜不是菜箱, 菜, 蘇式, 菜箱, 蘇式, 你看到整體的感覺, 它是兩種字合起來的, 有加了少許草書, 行書和草書, 是不是很秀氣呢, 王廷堅, 又成一格, 字完全不同, 好了, 蘇王米菜歷史上的大問題就是, 有人說, 那個四大名家, 不是菜箱, 是蔡京, 為什麼是蔡京呢, 蔡京的字好得不得了, 蔡京的字是可以跟蘇式比的, 魏忽自己覺得自己不可以跟蔡京比, 但是這個人, 這個是蔡京的字, 他不但指自己的字非常好, 而且他可以模仿任何人的字, 都模仿到99%, 這麼厲害, 這個人是新黨, 但是他是出名的奸臣, 在宋徽宗, 宋徽宗的秀金體, 也是其中一種絕唱, 所以他們兩個軍臣之間, 宋徽宗差不多離不開蔡京, 差不多是, 他兩兒子爺和他兒子蔡便, 出名探戶, 縱容同冠, 做花石崗, 叫宋徽宗, 然後他生日就弄出水壺傳的山神崗的事, 權傾朝爺, 到後來叫他投降給金人講和, 結果然後將他貶值而死, 因為這個人太過聲名郎直, 雖然這些字真的非常好, 等於明朝, 就有一個人的字真的非常好, 但是他投降給李闖, 再投降給清朝, 就把他的名字剔了出去, 不是論字, 是論人格, 就把菜箱補回來的, 好, 這段講到這裏, 好, 這些是貓的食品, 很好吃的, 我們這隻貓很喜歡吃的, 就是這個, 鮮三文魚, 雞胸南瓜, 以前已經有過的, 我的貓最喜歡吃的就是南美鮮甜白蝦, 一拿出來就開心得整隻震了, 以前就是雞胸肉, 現在多了一樣東西, 這個青口很好吃的,